大家好,今天欢迎大家观看这期质面演示活动 今天我们用这个荞麦机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台荞麦机器 用这台荞麦机 结合我们这个拉面 拉面机器的搅拌机 去制作我们这个超多家水 超多家水的拉面 接下来就是大家跟着我一起 去体验整个的质面过程 那么首先我们会请这个材料的称量 今天会用到两种面粉的混合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 我们会用到日本的面粉的两种 对,两种的面粉相混合去制作这个面条 中文字幕不停 这样面粉和溶液就调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面粉的搅拌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面粉的搅拌 因为我们这个是乔麦在用的机器 所以它这个搅拌机和我们的搅拌面粉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用了我们专门拉面的搅拌机去搅拌面粉 首先我们打开盖子 放入我们撑点好的面粉 我们先天津王 在前面看 Organization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待本来的睡觉 我们下期待一下 鱼肉 好了,我們來攪拌完了,我們來一起看一下這個麵粉的斷材 接下來我們會進一個短暫的醒麵時間,我會用這個袋子去封口,讓東西進去就可以 這個就是我們醒好的麵團 醒之前,醒之後,有沒有不一樣 我們現在把這個麵團壓成小麵球,壓成麵塊 那麼就會用到我們這個蕎麥機器的這個碰壓機器 我們來熟成的小麵團 於是,我們來熟成的小麵團 我們在一起熟成小麵團 我們是在心想熟成的大麵團 我們來熟成小麵團 還有一個小麵團 雞蛋 雞蛋 放入冰箱 炒熟 雞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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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